李宗盛雄議員 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我第一次出席這樣的活動 就是自己獨舞12分鐘 通常都是一問一答 剛才那位姐姐千叮萬燭叫我 千萬不要試麥克風 我現在試給她看 陳森堯試麥克風 是不是大家馬上想起某一位電視藝人 即是說有一句話 你們一定想起那位電視藝人 譬如我想起一句話 就是我今早 不是我從來不會空肚吃早餐的 大家是不是真的想起一位人 或者說我是很傻很天真的 是不是真的想起一個人 即是說有一句話 就可以概括一個人 或者令到你有一句話 可以想起一個產品 一家公司 一部電影 正如我拍完這部電影 大家除了說很熱血 和手指揮曲很好聽之外 最多人談論的就是那句slogan 即是說為了夢想 你可以去到幾盡 我覺得口號 我們是會在一個口號的世界裡 我們無時無刻都聽到一句話 就可以令到我們想起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秒殺 我上個星期去茶餐廳 我就坐在那裡吃茶餐 就有一個OL走進來 她就不坐下 就在一個櫃面上不停地問她 試應 問她A餐轉蛋子行不行 B餐街蛋要多少錢 C餐轉特飲要多少錢 不停地問 問到她那個試應呢 發脾氣了 忍不住 那試應最後忍不住 說了一句 她說 大姐 麻煩你快點坐下 我們這間茶餐廳 只要你喜歡 什麼都可以 真的是這樣的語氣 大姐就很黯然 很無奈 走進去 周圍的人在那裡笑 即是說 無論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或者是一個創作人 或者是一個普通人都好 想Tagline 講金句 其實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今天想分享一些創作金句的要點 大家參考一下 譬如 這個除了可以 秒殺的意思 就是說你不用說道理 你憑一句好像很厲害的說話 就KO了別人 我們為之秒殺 或者一句金句可以越級挑戰 可以說服一個人幫你做事 譬如我們很喜歡的Steve Jobs 他說服當時做百事可樂的行政總裁 他過來幫忙的時候 因為他當年只有二十多歲 那個很有經驗就是四十多歲 他又說了一句說話 你下半生想繼續賣糖水 還是想改變這個世界 他就是憑他這句說話 就已經可以令到一個長輩去幫他做事 可想而知 一句金句 或者Tagline 我們叫我們有些人叫口號是多厲害 那不如現在看看我有5.5個Tips 大家參考一下吧 第一個Tips就是 將你的關鍵詞寫下來 那我是一個填詞人 我寫歌詞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會想到主題之後 將所有關於這個主題的所有字 包括它的反義詞 它的形容詞 它的二人法可以寫的東西 是全部寫下來的 那我還很喜歡玩一個聯想遊戲的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即是當你的功課 需要想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用的 我就會將兩樣很不合格 但是和你的項目很有關的東西 譬如我寫一首歌 叫第一次元這樣才算 我會將夢想和非 即是作為這個遊戲的起點和終點 然後我會用任何方法 在中間想十個關鍵詞 全部寫下來 那如果用這個方法之後 你就會發覺 其實再畫開它的時候 你桌面上就會有幾十個 至一百個的關鍵詞語 那你就可以天馬行空地把它自由組合 你就會找到很多可能性 第二個就是你要去決定 你講話的 tone和 audience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的對象是香港人 那你就不要用普通話 你不要用簡體字 如果它是日文 你沒理由講 日本人你沒理由講中文 如果是老人家的話 你就沒可能用高登的潮語 去跟他們講話 那我記得 但這件事我覺得是隨著時間而改變的 我們不會一成不變一成不通 譬如我們有一些很厲害的口號 一些很大的企業口號 有一個很厲害的公司 叫做可樂可樂 他在2011年的時候 他的slogan 在全美國用的slogan 就是 Life begins here 即是說活力 或者生命 是由這裏開始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在130年前 可樂可樂 用的第一句口號是什麼 大家覺得是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他的口號是 Drink Coca Cola 就是他們喝可樂 當然 今時今日 時代表在變 我一定有些堅持 就是說 當你的對象 譬如我很留意 身邊的廣告 我走過街 很喜歡看廣告 我偶然看到一個廣告 看到一個標題寫著 一個武器的名字 我以為是雷神奇俠 或者是龍珠的一些絕招 那個絕招 叫做六極射頻 看真點 我覺得這些就是一些失敗的例子 第三 就是要避免一些誤解 我不用多說 大家看這圖就知道明白 一個標題 令人誤解 會有什麼後果 不用說話 是不是 還有一個 就是說 你想到標題的時候 就請你自己反覆 用不同的語調 不同的標點符號 將它多說幾次 說給別人聽 看看是什麼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些誤解 好 下一個點就是 你要 Copy 的意思 我不是教人去抄襲 你要去參考 和去惡搞 其實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很厲害的slogan 其實都是參考回來的 譬如我們有一句slogan 叫impossible is living 即是Adidas的一句口號 我們以為他當年拍廣告 是阿里 即拳王阿里幫他拍的 大家以為是他說 其實不是 是一個作家幫他說的 另外還有一句slogan 也有故事說的 我們先看看人 這位帥哥 大家可否猜猜他做什麼職業呢 我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 我約他做特首 原來不是 他是一個罪犯 還是一個殺人犯 他是一個美國70年代 一個殺人犯 他殺了兩個人 在猶他州 最後他被判死刑 最後他被判死刑 最後他選擇被槍殺 用槍斃的方式去判決他 他坐在椅子上 然後在槍斜的時候 有五個很厲害的 標形大漢拿著槍 面對著他 將會一起開槍射他 他坐在椅子上 主審官 即是主持人 跟他說 你的生命快將結束了 你有什麼遺言 想降低呢 這個罪犯就躲起來 然後說 來吧 我們來吧 英文就是 Let's do it 在十幾年後 這句說話就成為 全世界一個知名品牌 最出名的 一句slogan 這個是真事 這個是廣澳公司的人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 他覺得那個罪犯 當時的心態很奇妙 覺得他非常之厲害 以及如何面對死亡的時候 可以這麼有型 所以他就用了這一句 成為一個 全世界都知名品牌的slogan 讓我們說到現在 大家也猜不到是一個criminal 是來自一個criminal的 臨終的遺言 第五項 就不用說太多了 就是 用關鍵字 我以前做電台玩很多 玩很多 譬如有一句王偉民說的 就是 有心機就有奇蹟 他讀的時候是這樣的 有心機就有奇蹟 其實就是有心機就有奇蹟 雙台就更多 譬如拉庫音樂 全部都是食字 我最喜歡食字其實就是這一句 這個我真的覺得是史上最強的 還有一個最後一點 叫做5.5 就是 我覺得一句 tagline 其實重要 但其實不是最重要 如果你的產品 你想宣傳的東西 是一劑糞 其實你怎麼說也沒用 就是那些什麼齊心撐香港那些 我問過很多廣告人 他說這一句是一句 在廣告學來說 其實是一句很厲害 很厲害的slogan 其實是 當然最後下場是什麼 大家也知道了 希望大家在創作上面 會繼續發揮自己的創意 還有一句說話 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導演說的 和創作有關的 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說 其實重要的不是 你的靈感來源在哪裡 而是你將的靈感來源帶去哪裡 多謝大家 謝謝